烹飪就像性格 布萊德利庫博 沒有他做不出的料理 沒有不愛他的女人 這一次在劇中的所有的料理 都是他自己親手做出來的 這讓我非常的佩服 基本上你沒有劇本這樣的能力的話 只是沒辦法演出一個 身為一個職員應該要有的樣子 包括一個煮東西的蛋 就是你就可以知道 這一個人他有沒有用心 是不是 他完全讓我幸福了 現在正在持續播出的 第四劇叫李高校生 我從一開始花了非常多的 豐富期許準備 我大概整整一個月 然後每天切菜煮菜八小時 我為了想要練會他 我就每天一直切 切到後來我現在應該可以 閉著眼睛自 性格男人對我來說 就是作息正常 然後愛運動 喜歡大自然 然後生活越簡單越好 我都跟我玩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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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非常感謝自己看了這部戲 那他讓我找到了一個 從容的自在 從容的自在 因為我現在自己也在飾演的一個廚師 自己也會迷惘 自己也會覺得自己每天在做同樣重複的事情 那這部戲讓我看到了 一個真正好的廚師 他永遠不會安於現況 永遠不會滿足現在 好 更好 都不是他要的 他要的是完美 對 那看完之後 他也讓我 確確實實的 警惕著自己 並且 在一個緊繃的狀態之內 也要找到自己的熱情 對 一股 從容的自在 天菜大廚 十月三十號全台上映 歡迎大家一起到戲院 來分享我的感動 要來戲院看喔 好嗎 好嗎 好嗎